刘侯张良者 其先寒人也 大复开帝 乡寒昭侯 宣惠王 乡哀王 傅平 乡黎王 道惠王 道惠王二十三年 平族 族二十岁 秦灭寒 梁年少 未患是寒 寒破 梁家同三百人 弟死不葬 西乙家才求克赐秦王 为寒报仇 以大复 复武士相寒故 梁长雪里淮扬 东建沧海军 得力士 为铁锥虫百二十斤 秦皇帝东游 梁羽克狙击秦皇帝 薄浪沙中 雾中覆车 秦皇帝大怒 大索天下 求贼甚急 为张良故也 梁乃更名姓 王逆下批 梁长间从容不由下批一上 有一老父 一鹤 至梁锁 直舵其吕一下 故为梁曰 如子 下取吕 梁恶人 欲殴之 为其老 相忍 下取吕 父曰 吕我 梁夜为取吕 阴长贵吕之 父已足受 孝儿去 梁书大经 随目之 父去理所 父还 曰 如子可教已 后五日平民 于我会此 梁阴怪之 贵曰 诺 五日平民 梁网 父已先在 怒曰 于老人妻 后 何也 去 曰 后五日早会 五日姬名 梁网 父又先在 父怒曰 后 何也 去 曰 后五日 父早来 五日 梁夜未伴往 有请 父已来 喜曰 当如是 出一篇书 曰 读此则为 王者师矣 后十年兴 十三年 如此见我 祭北 古城山下 黄石 及我矣 岁去 无他言 不复见 但日是其书 乃太公兵法也 梁阴一之 长袭颂读之 居下批 魏仁霞 相伯长沙人 从梁逆 后十年 陈设等起兵 梁一句少年百余人 仅居自立为楚甲王 再留 梁玉网从之 到还佩宫 佩宫将数千人 略地下批息 遂属焉 佩宫拜梁为旧将 梁术以太公兵法说佩宫 佩宫善之 常用其策 梁为他人者 皆不醒 梁曰 佩宫待天寿 故遂从之 不去见景居 即佩宫之靴 见向梁 向梁立储怀王 梁乃说向梁曰 君以立储后 而韩诸公子 衡阳君成贤 可立为王 艺术党 向梁使梁求韩成 立以为韩王 以梁为韩申徒 与韩王将 迁于仁西略韩帝 得树成 秦哲复取之 往来未游兵饮川 佩宫之从洛阳南出唤原 梁饮兵从佩宫 下韩时于成 击破阳雄 君 佩宫乃令韩王成 留守阳笛 与梁聚南 宫下晚 西入五关 佩宫寓以兵二万人 击秦遥下君 梁说曰 秦兵上枪 魏可清 陈文其将图折子 古术一栋以立 原佩宫且留弊 使人先行 魏五万人巨石 亦为张旗至诸山上 魏宜兵 令力时其持重宝弹秦将 秦将果叛 欲联合聚西席咸阳 佩宫欲听之 梁曰 此独其将欲叛尔 孔士族不从 不从必威 不如因其解击之 佩宫乃引兵击秦军 大破之 北至蓝田 再战 秦兵敬拜 遂至咸阳 秦王 子英将佩宫 佩宫入秦宫 宫氏为账狗马重宝 妇女已签数 异欲留居之 凡快见佩宫出社 佩宫不听 梁曰 夫秦为无道 顾佩宫的致死 夫为天下除残贼 以搞肃为姿 今始入秦 吉安其乐 此所谓筑节为虐 且忠言逆而利于行 毒药苦口利于病 原佩宫听凡快言 佩宫乃还君霸上 向羽至鸿门下 玉姬佩宫 相伯乃夜迟入佩宫君 司见张良 玉宇俱去 梁曰 臣为韩王送佩宫 今是有吉 王去不亦 乃俱以与佩宫 佩宫 大京 曰 未将奈何 梁曰 佩宫成玉被相羽爷 佩宫曰 周生交我聚官吾内诸侯 秦帝可敬王 故听之 梁曰 佩宫自度能却相羽呼 佩宫默然良久 曰 故不能也 今为奈何 梁乃故要相伯 相伯见佩宫 佩宫于尹为寿 结冰昏 令相伯 俱言佩宫不敢被相羽 所以聚官者 被他道也 即见相羽后解 羽在相羽世中 汉元年正月 配功为汉王 王八蜀 汉王赐梁金百亿 诸二斗 梁聚以献相伯 汉王依因令梁后 以相伯 十 请汉中帝 相王乃许之 遂得汉中帝 汉王之国 梁宋至包中 遣梁归寒 梁音说 汉王曰 王何不烧绝所过战道 是天下无还心 以故相王义 乃使梁还 行 烧绝战道 梁志汉 汉王成以梁 从汉王故 相王不浅成之国 从与俱东 梁说相王曰 汉王烧绝战道 无还心义 乃以其王田荣返 书告相王 相王以此无稀忧汉心 而发兵北击齐 相王竟不肯遣汉王 乃以为侯 又杀之彭成 梁王 剑行归汉王 汉王亦以海定三秦以 傅以梁 未成信侯 从东基楚 至彭成 汉败而还 至下义 汉王下马俱安而问曰 无欲捐官以东等弃之 谁可与共公者 梁尽曰 九江王情部 楚潇江 与相王有戏 彭越与齐王田荣返梁帝 此两人可及时 而汉王之将读 韩信可数大事 当一面 急欲捐之 捐之此三人 则处可破也 汉王乃遣随和说九江王部 而使人连彭越 即为王报返 使韩信将兵积之 因举焰 代 其 赵 人族破除者 此三人立也 张良多病 未尝特江也 常为画策 时 时从汉王 汉三年 项羽即为汉王行阳 汉王恐忧 与历时其谋饶处权 时其曰 西汤伐节 封其后于起 武王伐咒 封其后于送 金秦师德弃义 钦伐诸侯设计 灭六国之后 使无力追之地 陛下成能复立六国后世 必已受印 此其君臣百姓 必接待陛下之德 莫不相封母义 原为臣妾 得意以行 陛下难相称霸 楚必脸刃而朝 汉王曰 善 去刻印 先生因行佩之以 时其未行 张良从外来业 汉王方时 曰 子房前 可有为我 既饶处权者 其以立声语告 曰 于子房何如 梁曰 谁为陛下 划此记者 陛下是去以 汉王曰 何哉 张良对曰 臣请借钱 诸为大王仇之 曰 西者汤伐杰而 封其后于其者 度能至杰之死命也 今陛下能至相及之死命乎 曰 未能也 其不可一也 五王伐咒封其后于诵者 度能得咒之头也 今陛下能得相及之头乎 曰 未能也 其不可二也 五王入阴 表伤荣之驴 是姬子之躯 封笔干之目 今陛下能封圣人 之目 表贤者之驴 是智者之门乎 曰 未能也 其不可三也 发炬桥之宿 散露台之前 以赐贫穷 今陛下能散府库 以赐贫穷乎 曰 未能也 其不可四以 因是以弊 眼阁为宣 道至干戈 富以虎皮 以是天下不负用兵 今陛下能言五行文 不负用兵乎 曰 未能也 其不可五以 修马化山之阳 是以无所为 今陛下能修马 无所用乎 曰 未能也 其不可六以 放牛桃林之音 以是不负书姬 今陛下能放牛不负 书姬乎 曰 未能也 其不可七以 且天下游是离其亲戚 弃坟墓 去故旧 从陛下游者 屠于日夜望之尺之地 今赴六国 历寒 魏 燕 赵 其 处之后 天下游是个归是其主 从其亲戚 反其故旧坟墓 陛下与谁取天下乎 其不可八以 且夫处为无枪 六国立者 富饶而从之 陛下焉得而臣之 成用客之谋 陛下是去以 汉王辍实图补 骂曰 恕儒 击败而攻势 另去消印 汉四年 韩信破旗而欲自立为旗王 汉王怒 张梁说 汉王 汉王使梁受其王信印 雨在怀音世中 祈求 汉王追处至阳下南 战不利而必顾灵 诸侯欺不至 梁说汉王 汉王用其技 诸侯皆至 雨在相及世中 汉六年正月 封功臣 梁未常有战斗功 高帝曰 运筹策为账中 决胜千里外 紫房功也 自责其三万户 梁曰 使臣起下批 雨上会流 此天以臣受陛下 陛下用臣记 幸而始终 臣元风流足以 不敢当三万户 乃风张梁为流后 雨萧河等巨风 尚以风大功臣二十余人 其于日夜争功不绝 未得行风 尚在洛阳南宫 从父道望见诸江 往往相遇作杀 终雨 上曰 此何雨 刘侯曰 陛下不知乎 此谋反尔 尚曰 天下属安定 何故反乎 刘侯曰 陛下岂不一 以此赎取天下 今陛下为天子 而所风皆消 曹故人所亲爱 而所诸者皆生平所仇怨 今君立即功 以天下不足变风 此属为陛下不能进风 孔又见宜平生过失及诸 故及相聚谋反尔 尚乃幽曰 为之奈何 刘侯曰 尚平生所增 群臣所供之 谁最甚者 尚曰 雍池于我故 树长穷如我 我欲杀之 为其功多 故不忍 刘侯曰 今即先封雍池已是群臣 群臣见雍池封 则人人自兼已 于世上乃至久 封雍池为十方侯 而急去丞相 御使定功行封 群臣罢久 皆喜曰 雍池尚为侯 我属无换矣 刘靖说高地曰 都关中 尚移之 左右大臣皆山东人 多劝上都洛阳 洛阳东有城高 西有小敏 贝河 相依洛 其故意足事 刘侯曰 洛阳虽有此故 其中小 不过数 百里 田地薄 四面受敌 此非用武之国也 副官中左小寒 右龙鼠 我也千里 难有八鼠之饶 北有胡怨之力 祖三面而守 独以一面东至诸侯 诸侯安定 何谓草挽天下 昔给京师 诸侯有变 顺流而下 足以尾书 此所谓今成千里 天府之国也 刘靖说是也 于是高地即日假 西都关中 刘侯从入关 刘侯性多病 即道隐不识骨 渡门不出碎鱼 上欲废太子 立妻夫人子赵王如意 大臣多见争 未能的坚决者也 吕后恐 不知所为 人或为吕后曰 刘侯善话计策 上信用之 吕后乃使建成 侯吕则劫后 曰 君常为上谋臣 今上寓一太子 君安得高枕而卧乎 刘侯曰 史上述在困籍之中 信用陈策 今天下安定 以爱寓一太子 骨肉之间 虽臣等百余人何意 吕则腔要曰 为我话祭 刘侯曰 死难以口舌争也 故上有不能智者 天下有四人 四人者年老已 皆已为上万五人 故逃逆山中 亦不为汉尘 然上高此四人 今功成能无碍金玉必搏 令太子为书 悲 死安车 因时便是故请 亦来 来 以为客 时时从入朝 令上见之 则必亦而问之 问之 上知此四人贤 则宜住也 于是屡后令屡 则使人奉太子书 悲此后礼 因此四人 四人至 各建成侯所 汉十一年 情不反 上病 御使太子将 往积之 四人相位曰 凡来者 将已存太子 太子将兵 是威以 乃说建成侯曰 太子将兵 有功则为不义太子 无功还 则从此受获以 且太子所与聚诸将 皆常与上定天下消将也 今时太子将之 死 无意使扬将狼也 皆不肯为尽力 其无功必以 陈文母爱者子报 今期夫人日夜待遇 赵王如意常报居前 上约中 不使不孝子 居爱子之上 明呼其代太子 未必以 君何不及情 吕后 成奸为上 弃言 情不 天下猛将也 善用兵 今朱将皆 陛下故等疑 乃令太子将此属 无意使扬将狼 莫肯为用 且使不闻之 则古形而息耳 上虽病 相再自车 莫而护之 朱将不敢不尽力 上虽苦 为妻子自枪 于是屡则立业见屡后 屡后成奸为上 气涕而言 如似仁义 上约 无为数子顾不足浅 而攻自行尔 于是上自将兵而东 群臣居首 接送至坝上 留侯并 自枪起 至取游 见上约 陈宜从 并慎 楚人嫖及 原上无与楚人争锋 因说上约 令太子为将军 监官中兵 上约 子房虽病 将我而赴太子 誓时书孙通为太父 刘侯行少赴誓 汉十二年 尚从击破不军归 即义慎 御御义太子 刘侯见 不听 因及不适誓 书孙太父称说隐古今 以死争太子 尚详许之 犹豫亦之 即燕 至久 太子是 四人从太子 年皆八十有余 须眉昊白 衣冠甚伟 尚怪之 问曰 彼何为者 四人前队 各言明信 曰东元宫 脚礼先生 祈礼记 下皇宫 上乃大经 曰 吴求公数岁 公辟讨我 金公何自从无而游乎 四人皆曰 陛下轻事善骂 臣等义不受辱 故孔儿亡逆 切闻太子为人人孝 恭敬碍事 天下莫不严谨欲为太子死者 故臣等来尔 上曰 凡公姓族调护太子 四人为寿以弊 须去 上目诵之 赵七夫 人只是四人者曰 我欲益之 彼四人辅之 予益已成 难动已 吕厚真而逐已 七夫人弃 上曰 为我处悟 无为若处歌 歌曰 红骨高飞 一举千里 与何以救 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 当可奈何 虽有增脚 上安所施 歌述阙 七夫人须兮流涕 上启去 罢酒 竟不亦太子者 留后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留后从上基代 出其计马意下 极力萧何相国 所与上从容言天下是慎重 非天下所以存亡 顾不住 刘侯乃称曰 家世相寒 即 寒灭 不爱万金之姿 为寒报仇枪琴 天下震动 今以三寸蛇为地者师 封万户 卫裂侯 死不一之己 于梁足以 元气人间事 欲从赤松子有耳 乃学屁股 道隐清身 会高地崩 屡后得留后 乃枪时之 曰 人生一世间 如白居过戏 何至自苦如此乎 留后不得已 枪听而识 后八年族 世为文成侯 子不宜带侯 子房时所建下 批一上老父与太公书者 后十三年从高地过祭北 果建古城山下皇时 雪儿宝辞之 留后死 并葬皇时 美上种福辣 死皇时 留后不宜 孝文第五年 坐不敬 国厨 太史公曰 学者多言无鬼神 然言有误 至如刘侯所见老父与书 亦可怪已 高阻离困者数矣 而刘侯常有功利焉 岂可谓非天呼 上曰 夫运筹策为账之中 决胜千里外 无不如子房 予以为其人 记魁梧其尾 至见其图 壮貌如妇人好女 戴孔子曰 以貌取人 诗之子语 留侯一云 留侯倜躺 至怀奋婉 五代相寒 一朝归汉 近旅以假 运筹神算 衡阳济立 身徒 坐感 霸上浮危 故灵净乱 人称三劫 便推巴南 是松原游 白居南半 皆比雄略 曾飞溃暗 是最后缩〇达 人称三劫 除温暗 是最后缩的